第七賽季的預選賽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自熱限時第七賽季的預選賽 我是今的主播輝 我是賽平Top 今天我看一下報名的人還蠻多的 我是沒F5看一下 F5之後就會正常了 因為我還沒F5之前 看起來這邊應該死了一個吧 F5玩以後還是死了一個 沒有沒有我跟你講原本報名的有 聽說原本有40個 原本有40個是嗎 我跟你講那個40個 那個報名要是都來然後還打雙敗 我們今天播到明天早上你知道嗎 真的 我們今天一樣是雙敗 目前聊天室這邊有賽程表嗎 我們這個賽程表我看 18個人 18個人然後會打一個雙敗 最後取出兩位 晉級到 欸 取兩位嗎 對取兩位 然後跟那個剩下賽掉下來兩位 選四個人打一個 小組的 小組的賽 恩 是取2還取4啊 取2吧 上下個2 所以總共取4 喔今天取4嗎 對對對 取4 喔所以那個 季後賽掉下來那兩個人 跟著一起打海拳 有人雙敗 有人雙敗 好啊 雙敗 蠻激烈的啦 看一下這個選手裡面有 Crait 我有沒有看錯啊 沒錯 哭哭省地 他那個 呃看還有誰比較 Nightmare Stoke也有來打 很多欸 這個 Internity也有來打 他們還有一個 那個 Stun啊 對不對 還有那個我們有一個 觀眾 小狗 Smogo 這個也是很努力啊 他 看他的實力跟其他人其實還是有一段差距 不過他幾次都有來幫忙 就加點 黑斯這次也會出戰 還有那個 Battleways 激烈啦 要 選出4位選手的話 應該還是有點 那我們第一場 誰 第一場播那個啊 老鴨打 Nessie 黑斯那場也不錯 但他對手不知道誰 HHS 大概 他那個對手也有個 五千 五千 五五五五五五左右吧 應該五千五五 差距會有點大 對啊 Nightmare跟Battleways 比較接近 欸其實應該差不多啦 應該是 都是差不多那個差距 就是 就是 這兩把PVT應該都是 差距都大概是長那個樣子 所以 所以 我們就看這個 都是台灣選手的 Nightmare跟Battleways 打Battleways 機會欸 還是有機會贏 沒有 但是我Battleways 好歹也是 那個 東南亞賽區 對 連續兩屆冠軍 我跟你講 這是屬性相剋的問題 你知道吧 這個Nightmare要 打贏老鴨 就有點困難 對啊 我覺得屬性相剋了 對啊 Nightmare就是 遇到這種打一波的 他 守得比較不好一點 對啊 所以 通常 通常 應該說他打一波 守這種一波的時候 他會出現比較多 比較容易出現失誤啦 所以 他打老鴨 會變成 老鴨這邊可能 會各種化石一波他 然後 可能很早就會 前期很早就會隔屁了 看Nightmare也莫怕擋住啦 看Nightmare也莫怕擋住啦 誒 只要他進到 這個 這種 彩選還是覺得 大家如果是有興趣 有時間都可以來報名一下 對 一來是增加比賽經驗 難得有台灣的比賽 可以 可以跟一些高手交流 而且他的獎金其實算是蠻豐 如果能夠進到10強 那個獎金其實算蠻豐 那獎金算 獎金其實很多啦 所以其實 可以算蠻 全部都給那個Nightmare賺 不覺得 有點虧嗎 全部給Nightmare賺 有沒有人把他拉下來 有沒有人把這個 什麼 可愛Nightmare隊的隊長 給他拉下來 我看是有點難啦 除非我們 這邊AD又找到一個 強力的 強力的 外國朋友 我選手 對啊 不然我看 近期內要把這個Nightmare 拉下來 是有點 難度的 是這樣沒錯啦 這個疫情期間 連要剪個頭髮都覺得很麻 都找不到地方可以剪啦 頭髮長得又很快 一下就變長了 不過 而且現在又要繼續延長 實在是有點不舒服 是意料中的事嗎 是意料中的事啊 但是真的 偏不舒服啊 好 那第一張地圖來到的是 兩間大氣阿力 地圖左下 紅色紅色神爵是 But always 那地圖 右上角 藍色藍色人類是 Nothing 這兩個也是 認識很久啦 現在就來看啦 老鴨是不是 老鴨是12水晶喔 所以他應該是要開稿了 喔 做野暴風箭之類的嗎 對啊 他應該是要開稿了 看起來 看他這個 看他這個開局 他應該也是 主要是這張圖啦 這張圖 你把那個電池 下在那個三角 三角點位下面這邊 還是有點強悍的 所以 沒有 怎樣 你覺得 是不是要好好學習了 這個關於這個 這個 我也好好珍藏起來 天天看 好不好 天天看天天用 絕對保證 比馬上回歸5200分的行列 以後天地上就多一個神豬 天天在那邊暴風箭啦 那我要改ID 我要改別的名 那你要改什麼 叫 黑魚 黑魚 黑魚慢抖 黑魚快抖 發抖的抖 發抖的抖 靠北 哇 真的要開稿了 這邊 等一下 而且他直接下在這個地方 這地方是有點 有點偏過分 他可能覺得那個吧 反其道而行 他覺得Nathleen會去尋下面 三角的位置 結果他 結果他是直接下在上面 他會等一下打一個2BG啊 但2BG應該早就該下了吧 我記得2BG的流程 這個應該是很早就要下了 他這個不會被看到的 那麼省 太省了 VS欸 太智障了吧 欸看到了啦 這我 當人家瞎子是吧 看到了 跟 熟不熟得住 會不會是 應該是兩回事吧 哇等等 那個槍兵 他不敢過去欸 他不敢過去欸 沒有他沒看到啦 有啦他有看到啦 他有看到吧 沒有 我知道 他的畫面我看到他本人沒看到齁 齁 啊 好嗎 啊 現在這顆電池兩個要蓋起來了 啊等下教室 很正確的說實在 他在開 這有槍兵比較多的前行師已經有 有一點反擊的能力了 啊 這邊 齁齁齁齁齁! 我名沒死完蛋了 這麼強的喔?可以這樣子蓋喔? 來了 教室來了 birthday Bye 二況有蓋起來了 至少 真的至少 好險二況有蓋起來 來了來了 兄弟來了 抽起來抽起來 可以可以可以這個角度 欸 他是不是在戳 他那個教室是在送幾點的 欸 教室是在送幾點了 你看剛剛那隻第一隻教室沒死他回去補個護盾然後 直接進主礦兩隻站在礦後遊戲就結束了 他真的在戳 喔被彈車出來了 等一下後面電池 現在是有那個能耐可以回去了 喔 還要硬戳 我覺得可以來賭個抹茶拿鐵了 你覺得他打下嗎 阿達到底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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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還說這應該是屌虐局 是不是因為你說打一下他才是 怎麼樣怎麼樣 要不要來下賭盤 要下賭盤喔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他打不打一下 阿翔 我思考一下 我思考一下 讓我思考一下 我是覺得守住了啦 現在 欸 阿這個你還沒看到 沒事 飛回去就好了 看伯母的一隻esser事 他會不會再去防引刀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要直接爆破了 quality OMG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想輸阿 這什麼意思 他硬爆破耶 這樣有賺嗎 這樣有賺嗎 我覺得很虧耶 欸欸欸等一下 怎麼覺得這個人類這樣子太拚了 對啊我覺得很虧耶 完了 啊這樣子送完了 這樣子等一下又又 又要怎麼打 再大一波再去打吧 要再一波了啦 要再試一波了啦這個沒辦法 引刀塔也下去了 抬起來然後被鎖的往後 再往後拉再往後拉 燈這裡電池都要沒能量了 而且外面這個礦這裡還在被塗農啊 難受 好 飛回去了 他怎麼沒有圍巾啊 因為他沒有VS啊 他沒有蓋VS 太窮了 對啊他是兩兵贏 他看到這個開局他選擇走的是兩兵 然後牆壁按堆 他不是選 他不是選 他不是選擇他要直接跳VS然後出圍巾 這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 很靠賽的選擇 因為 因為你 你今天 基本上你這樣走 如果對面知道 對面他VS前面他沒有一開始白給的話 他 他知道你是走這個兩兵贏的 兩兵贏的這個槍兵的量的話 他一開始他在下面他如果 存個100瓦斯在下面摔一隻哨兵 你就一輩子下不來了 你一下來你可能還被隔 所以我覺得這個手法沒有到 我是覺得這個手法沒有到很優啦 你結果來看目前還不錯啦 但是接下來這個引刀進去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變成 蛤 目前是沒有能量的 然後VS也沒有那個 也沒有科技實驗 二礦有一個 二礦有一把 他丟下來了 然後引刀進去 哭哭臉 引刀呢 暗暗 引刀來了 五礦的那個主堡能量 33 他好像有少到喔 他好像有什麼東西有看到 因為我看他這個站位應該是有感覺 來了 進來了 不過這應該很痛苦阿 因為 這邊要砍起來 還有8 還差8 這個基本上已經 搬回來了 這引刀太賺了 而且你這裡少一把二礦還有一隻阿 對 我是覺得結束了 對啊 這結束了 砍這樣子就結束了 這二礦還在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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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二礦還要回去 然後殺他VS的那個工兵已經35 而且重點是家裡閃追在提了啦 然後二礦這個掃描 再交一個 哇 又拉走 那這樣又沒掃描了 這樣子這個引刀還在 他就是要把東西搞好 對啊 但現在已經 類似你這邊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針對這個VT了啦 你看他現在兩個主堡能量都剛交過 他現在把這個掛劍砍一砍 你看這 老鴨這理論上他應該是要進去 應該是要再往另外一邊上 也再深入一點點 那這邊直接是被砍你掛劍 砍你掛劍我也開心 算算了 所以他就是留能量然後下去 把二礦開起來 好 這個局勢被引到逆 不然我覺得原本老鴨這樣子還是虧一點 會嗎 我覺得原本老鴨打到那個局面 我覺得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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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主要是 科技神主也沒有比較快 但主要是剛剛人類 人類下來多送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也沒有很賺 那接下來這個局面 就是接下來就是這個閃追壓過去了 而且 重點是裡面還混 比較麻煩是裡面還混一顆這個白球 這白球等一下摸槍壁超痛的 天啟 那個沒攻防的時候 那白球真的很 這白球等一下摸這個槍壁 我把他打白球不給力 你打一針 然後 然後 白球摸上去 你槍壁基本上就是全部殘 他怎麼全部的兵都往回走 之前 像我用一個開局 三開以後數白球 數白球 之前啊 就之前 還可以耶 就是守人家 那時候人類最 人類一開 以前的時候不是都很流行 先兩傳兵過來 壓制 你知道有那顆白球 就是第一時間刷出個一兩顆白球 加上一點點的狂戰士 就可以守 可以啦 那個時候如果是兩傳兵的話 用這個摸確實是蠻強的 當時我已發明出這個流程自豪 然後可是我 然後 在那個比賽中 對軟球死出來以後 被他用多線空投給破解 那個球 那個球一定要站在一起才有辦法打 那個球 那個球你總不可能 一邊擠 一邊一顆一邊一顆 他張圖是雲之國度啊 那這三框只能開三角形 很痛苦 還是破小忘記了 反正就是被空投倒爆了 老牙這邊把導彈車點了兩台 然後那個鬼雷也點掉了 那這個這邊如果只剩下這些槍兵 這其實就 其實就壓力 神助這邊壓力就沒有那麼大了 這個正面這裡 好 術狂已經好了 接下來就是白球巨像 然後 兵種 起來 沒工坊 他可能巨像白球就直接推一波 醫療艇 這邊想要先吃 但後面其實人類的兵接上來囉 這老鴨都在點 先點櫃的 然後他把櫃的都點了 一定要一定要的 神助在打人類那個追獵 閃追就是要去點對方的醫療艇 完了完了完了 出事了出事了巨像出事了 巨像出事了 巨像 出事了 這個巨像 一個怪怪的走位 是不是人 有機會沒了 閃追 閃追往後跳 閃追往後跳 有點打不太贏這個正面喔 唉唷 沒有不好說 他這個追獵其實 這個閃追其實量還是夠了 然後 後面有電池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應該是打得贏 欸他在後面的追獵喔 再往後跳 稍坐起來有電池 哇 欸不是 這個第二台解放怎麼會架這個地方 他一定要再更深入阿 他要再往前架啦 我覺得他架這個地方不好欸 因為你架這個地方 神助沒有壓力阿 他也不會跟你開戰 他就繼續去飄你後面的東西就好了 哇 直接上來 打兩個解放者 巨像來了 因為主要是這邊有電池阿 這個人類兵太少了 沒辦法 超過那個補血的靈界點 醫療體被點 喔 又被點掉了 這個解放者又掉一台 然後這邊醫療體全部被點光 G 我根本這邊不會先拿下第一根喔 我覺得這把 後期才是有點可惜 剛剛人類的那個正面部隊 其實蠻給力的 其實蠻給力的 但他被 背後面的那幾隻追獵 勾走以後 然後沒有注意到正面就被 死了 對啊 而且剛剛其實老鴨送的那一隻 送的那一隻巨像 其實有點在給機會了 對 真的 對啊 你那個 前面追獵也送 也不小心死太多了 對啊 他那個巨像如果沒有送 基本上是沒什麼機會 但送了 其實因為剛剛內心 最主要是內心那個部隊裡面幾乎都是 幾乎都是槍兵為主啦 所以這個巨像很可怕 但一旦這個巨像送了 其實他這邊是很有機會打進去的 這邊為主打那個 打那個追獵也 秒不太掉 對啊 我是覺得剛剛 剛剛有點 剛剛那波是有點可惜 我覺得其實你就直接點進去就好 你也不用想那麼多 你沒有兩個點 打不打下 也不好說 我覺得是秒的掉啊 那個解放你再 你再繼續 你再繼續往前架 就我覺得那個解放架 太可惜了 不過這登場還是那個 那個引刀 那個引刀真的是把這個 轉過來 我是覺得他解放架的位置都沒有到很好 就是 你看 他剛剛那個 對啊 他應該再架更深一點 他架那個位置 你沒辦法 第一個是你沒辦法給對面壓力 然後 再來是 再來是 你也沒辦法掩護到 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兵去做輸出 那地圖來到第二張圖是 光魚影 地圖左上角 藍色 藍色的那群手是來自台灣的NOTHING 那地圖右下角 紅色 紅色的那群手是 粉頭衛斯 對 粉頭衛斯 這場 索頭衛斯 好像是 打 這把就打得 就比較正常 他應該就沒有要 看起來就沒有要 因為他的 那個時間是正常 對啊 所以 基本上他沒有要 這看起來沒有要野的 情況下就要看 看那個吧 看他有沒有要 打一個什麼 兩礦先壓制的打法 對 又或者是什麼 三兵營 三兵營 帶冷靜直接飛過去的那種 也有可能 這個老鴨還是很喜歡打這種 前期比較壓制一點的打法 老鴨是 先 先主堡 後 BY 其實 從那個教室做的時間 變長以後 很多都是先BY 再組 對啊 但是 但是 這張地圖 距離算中等的 所以還OK 而且 現在 他有把這個 咦 他這個到底有沒有堵起來 應該有吧 他把這個跳台堵起來 其實問題就不大 他有堵好了齁 我們要相信他的專業 這邊 直接做追劣了 那這樣我怎麼覺得 真的是有機會看到 真的下VR了 他應該是真的要冷靜 冷靜三兵直接壓過去了 現在基本上會做追劣的 第一隻不做的教室 往前走 直接做追劣的 通常後面 以他啦 以老牙的個性來說 很有可能就是直接接3BG 直接往前走 這邊內心打一個 兩死神 應該 一台火車 兩死神一火車 然後後面接頭雷的開局 這開局老實講 只要前面 只要前面老牙這邊 老牙BG兵 不知道按了幾隻 他是只有按一次追劣出來的 還是兩隻 如果有兩隻 那這波就還行 那兩隻手這波就不大 問題就不大 然後那接下來就是 等一下 反正等下這邊出手的 會是老牙這邊先出手 老牙這邊先出手的話 就要看 就要看那個 Nathing有沒有辦法守住 而且也要看他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他現在是完全沒有老牙家裡 家裡的科技資訊 他有沒有辦法保證應流 這看起來看起來不太可能 因為他這個數量 他這個數量也有點難應流 所以就要 應該接下來就是 冷靜直接切到 冷靜直接往那個人族家裡切了 這個我覺得很危險 因為Nathing這個開局 原則上 原則上其實VF的掛件 VF這邊出了很多東西 他後面轉兵的時間 其實是比正常的 正常轉的時間還要晚 而且這開局也不太會有坦克 來了 外面已經刷起來了 外面的兵已經刷 這邊是一個冷靜 這邊是一個水銀塔在刷是不是 左下角左下角 左邊左邊 下面一點 喔冷靜對 好啊 那這個這邊 Nathing完全沒感覺 互相傷害了 但移老鴨的 移老鴨的這個 反應 家裡應該是 應該是會有反應的 這邊直接丟進來 然後就死去 這個人類家是爆炸 只要家裡這個鬼雷沒炸到 哇 炸到了 八零 八隻 但這裡基本上 這裡也不管是吧 因為這裡人類沒兵 啊這裡有冷靜 其實你就 操作就好了 基本上這個局 就是把前線控好就結束 欸等等 有坦克喔 有爆炸的感覺 有一台坦克出來 有一台坦克出來 有嗎 有有有 它架在那個很猥瑣的地方 但這個有可能 是沒辦法守惡礦的 這個惡礦 如果老鴨現在下去點 是有可能 欸用在了 用在了 欸欸欸 這個正面 像這種局啊 人族就是全力控好正面 然後家裡不要被鬼雷炸 可是他剛炸掉 炸到 所以這有懸念 啊 天啊 他撞到 他撞到枕頭的 天啊 這有操作 可以可以 非常漂亮 這個老鴨沒有第一時間 欸老鴨正面的追獵 喔喔他往回走了 靠杯 我想說他追獵怎麼不見了 F2 F2 真的是F2了 拷手都上F2的啊 哇 結果 老鴨正面有空 但是家裡爆了兩次啊 可是不得不說那個NAS 你剛剛那個控鬼還行 他剛剛有去點那個 比較大坨的那一坨 沒有其實好像是 其實好像是 對剛好 因為他其實在 其實在拉的過程中 他就是一直在 他就是老鴨拉的不夠遠 對他拉的不夠遠 太貪了 他以為他以為有拉出那個範圍 但實際上 實際上沒有 對啊 喔這個你敢下來 這個你敢下來 這個你敢下來 你確定 下來有坦克是還好 但他坦克加在上面 而且現在主礦 這只有一台坦克啊 對啊 這有一台啊 然後主礦這邊 教室要切進來喔 那我覺得人類要死 對啊 這怪怪的捏 他第二台坦克做不出來 那這樣人類可能要死去 等等 等等他的陸戰隊一往上走 閃追過去把那個坦克跳了 對啊 最後一台嗎 最後一台 最後一台 還是兩台 來了來了 一台一台一台 旁邊那個是導彈車 他真的很會搞這個 那個 思潔 思潔盲區啊 看起來就很像兩台坦克的 哈哈 真的很像喔 哎呀 造型造型的問題 你知道啊 這個造型就長得特別 特別奇怪 然後坦克欸 啊不行不行 追好像有點少 這樣子還沒辦法一輪秒掉 不過人類這邊 真盾都好了 然後 然後他的那個 一攻也快好了 其實等一下有一個 可以推出門的timing 但他這裡卡人口欸 他這裡卡這個人口 他這人口卡得有點久欸 對 他這裡如果沒有卡這個人口 他這邊 掠奪者都在出了 他這等一下掠奪者 坐一坐 人就可以出門了 情況我覺得直接 丟廣龍 你說直接丟 直接丟補給喔 真的卡的話 沒有啊 我感覺他應該是 應該是 沒有啊 出錯了 直接丟那個 補給站了 但他應該是 礦龍的丟爽了吧 沒有沒有東西可以丟 丟完之後才發現 幹卡人口 我覺得這一波 拖得有點久欸 他這波 因為卡這個人口 拖太久了 變成老牙這邊已經把 你看老牙這邊 兵已經重新補起來了 然後 而且他現在又走上來 要吃上面的 吃上面 在上面的槍兵 OMG 完了完了完了 又出事了 還好還好 幾乎都有 還是幾乎都有跳走 而且這個教室又有進來了 哇 然後再起來 人鏡要886 少瞄一個了吧 一扣 蹦 人家一起下去 這邊該推了吧 這個人禁解決掉 人類真的該直接搜一搜都出門了 這個沒有理由再等了啦 你現在不出門等一下 人家再一個人禁 然後又過來 你等一下出門 又要被 家裡又要被鬧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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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啦這邊剛剛是有在點 他是有想要點這坦克的喔 我跟你講這邊如果是我 我會連龍迷息 我會拉一點龍迷息出去 喔出去了 他聽到我的聲音了 這邊點坦克 坦克點了 點掉一台 但是這邊還有兩台 他這還有兩台坦克阿 現在比較 這個是很有機會的阿 如果他是往二礦的這個口 這邊架過來的話 這個口其實 珍珠是很難受 你看老鴨這邊知道 你有可能架這個口 他第一時間就直接 對面往下走來看阿 對面往下走來看阿 對面這口 這口好像 這個陣型 這個陣型深處很不錯 但人類是有打真的 哇哇哇 人類有打得太多阿 這邊立場切 有沒有辦法 哇這個立場有一個概念的 而且 這邊 哇這邊只有一顆電池 電池超級電池開下去 哇 他的電池太短了 啥都奶不到 哇他太短了 他奶不到東西 這波應該是真的要爆炸了 看來是要下去了 看來是要下去了 哇這個很激烈阿 太強了這個正面 完全打不贏 到這邊 舌頭也打出GG 總攻擊拿行這邊 搬回一層比數來到EB 我是覺得老鴨 沒有這場最主要還是鬼雷 炸太多 兩顆 兩波雷炸了二十幾 兩波雷炸了二十幾 真的太酷了 然後還有 還有那個啦 還有前面 前面那個人 掛在雷琴家外面那個人機被鎖掉 不然我覺得那個 那裡如果沒有被鎖掉 我還是覺得老鴨應該鎖不住 其實我覺得 嘴頭未死的流程其實是 剋 剋Nothing的 因為那個人進 人進追獵 他那個鬼雷投出來 家裡的兵是守不住那些人進追獵 而且他還不是 他還不是一般的頭雷 他前面還是先做 他前面是先做兩隻死神 然後 兩隻死神跟一個火車 更難耍 因為 第一個是他的兵營的掛劍 他的兵營的掛劍很慢 所以我的位置這個沒有把握好 因為這一場應該是 戰術撤到的 戰術 原則上應該是屌顆 人類丟三顆雷出去 家裡就那一點 是很 神主專心把正面控好 然後不要被鬼雷炸到 人類應該是 通常都中 他二礦那裡被炸我都覺得還好 反正 他只要能夠附和他三顆兵刷兵就好了 然後那個主礦那個炸 就不行了 那個炸完以後攻兵雙方數量子一樣 可是人類有礦羅 兩個礦 兩個礦羅等於多你八隻農 對啊 那邊比較可惜 然後最後那一波啦 最後那邊 人盡都被鎖掉一個 那沒辦法 那邊被鎖掉 那邊被鎖掉 變成他沒有 人類這邊就很輕鬆的 就可以把所有的兵走出門了 好第三張地圖來到是氧化物質 地圖左下藍色 藍色的人類 是NOTHING 右上角紅色 紅色的神主旋友 是But always 這張圖地氧化物質 那其實 這個NOTHING的一個機會 這張圖對於人類來說 打神主還是比較好打一點 阿不就好加在老鴨這把沒有在野VS 這張圖也是可以 太虛空開暴風 威力強大是吧 強大這張圖超級強大 這開在這下面超級白癡 然後再加上左邊 你看人類左邊有一個超級大的空羽 你沒有 你沒有 你沒有那個 可以對抗個單位 原則上 原則上 你就是要一直被 如果有轉暴風啦 你就是要一直被白嫖 那這個直接做槍兵 看來還是會怕 不對欸 我怎麼覺得 沒事 你還是造型的關係 我想說阿頭沒有再變星鬼 造型 真的是搞事 看不太出來在變東西啊 長得不太一樣 跟平常的不太一樣 這邊一樣是把洞 那邊堵起來 這他自己想的建築學是吧 不知道啊 正常來說應該中間不會 中間應該不會有個洞吧 這應該是兩個堵得起來了吧 因為我記得 我記得應該是兩個就可以直接堵了 應該不會多一個洞在那邊 被點掉了 這邊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老鴨後面這邊是接一個 接一個VS的喔 直接出鳳凰吧 直接出鳳凰吧 如果是出鳳凰應該就是為了要針對對方 用那個頭鬼的 感覺因為理論上 理論上 內心的打法他在前期他都會多加很多 他會自己 他這樣是要出那個欸 喔沒有沒有 我以為他要出那個 迷循女奧會不會這樣 可能防一手 等一下防一手引刀吧 看他會不會直接掛那個科技實驗室 這樣感覺他第一個會先出個危機 或是 直接換過去做個鍍鴨子 就 那次的打法其實一直以來 我覺得都是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他這個打法打 基本功不好的人會很強 但是打基本功好的 會突然出來的問題是 他的流程啊 他前期會很喜歡加 就是把前期收好的單位 他喜歡做的更多 但其實這種流程 最大問題就是會影響到你後面的 營運的發展 那今天一旦 一旦對手是比你強的 他不怕這種 他不怕前期這種騷擾的話 你沒鬧到 其實後面就會非常難打 所以把這個出鳳凰 然後內心這邊做這個鍍鴨 等一下這個鳳凰如果 時間一過都沒東西來 然後出門直接 直接往對面家裡走 裝在這個鍍鴨上面 鍍鴨沒了 這把人族心態就炸了 關鍍鴨 關鍵的 我們的鍍鴨現在藏在哪 在惡礦這邊是不是 但這個 但現在鳳凰的量 好像是可以硬騎這個鍍鴨的 下面槍兵其實沒有很多 字台感覺是可以 感覺是可以稍微騎一下 抬起來抬起來 他有看到鍍鴨嗎 可以看到 現在內心的鍍鴨要藏好 他沒有藏 他人真好 正常來說 你應該要找個地方藏起來 因為 看到了看到了 硬騎了 昨天 太虧了吧 他剛剛第一時間看到鳳凰 他就應該要把鍍鴨先藏起來 對啊 還記得那誰說的話 避暈嗎 他要出鳳凰 他要出鍍鴨 為什麼要出鍍鴨 不要被發現就好了 對啊 你就藏好喔 你那個藏好 你等一下 因為這種鳳凰大概率 等一下後面都是接巨像 你這個鍍鴨等一下在正面 一旦對面有這個巨像 你這個鍍鴨還是很強 現在這邊這個鍍鴨一倒 等一下這個巨像 輸出就沒什麼壓力 你看這一波 你看這一波推出來 如果他這邊頭上是帶一隻鍍鴨 然後過去老鴨 這邊只有兩隻巨像 這個一鎖下去 所有部隊往前打一針 那個 有電池也不見得扛得住啊 因為主要火力就是那個巨像 對啊 這邊輸出還是靠巨像 這邊 欸 老鴨這邊直接讓他走進來了 我以為他會稍微切一下 啊 巨像來了 這個主要裡面都槍兵很多啊 這個巨像還是很扛啊 有個岩石 從中間進攻 惡礦好像也有蓋 是不是有蓋 他的惡礦好像也有蓋電池 這邊有一顆 問題就不大 因為畢竟剛剛超 畢竟剛剛那個 超級電池還沒開過 欸 這邊他有看到頭過來嗎 沒有 有反應有反應 哇 太神了吧 這老鴨這裡怎麼會跟水晶塔 這怎麼有兩根啊 太多了吧 靠杯啊 他外面 那幾根水晶塔 他被點一點要卡人口 然後趕快 他要趕快先補 喔他發現了 不然等一下他就要卡人口了 那整個正面 直接頂那個三礦 三礦是電池跟光炮啊 哇 那這個三礦 你沒辦法分兵去點 就現在一定得頂這個 現在基本上一定得頂這個二礦 喔鬼雷炸出來 因為這鳳王很多啊 這正面鳳王很多 等一下過去第一件事情是 我先把你的胖子就抬了 對 看你胖子都抬了 然後剩下地面都是槍兵的情況下 下去被掃光了 三隻巨槍一掃你就沒了 所以這邊NASING理論上 他可以壓著 但是他絕對不能直接A上去啊 哇 他上一個陣型是不是想上 哇 而且這個小眼睛 還在這個掃描的邊 他還沒掃掉 太衰了 那個小眼睛很關鍵啊 人類的動向都被掌握住了 太衰了吧 哇 他真的超級衰的 這邊下了那個VF 要出那個 航母或是暴風箭了 這麼早開始轉 正常來說一般的神族 還是喜歡先跳閃電 這麼早開始轉 這麼早開始轉這個 這個航母我感覺沒有很強 因為主要是他現在這個 三空的經濟量 他又要做地面 他做暴風 做暴風 做暴風 這麼神奇了吧 不愧是老鴨 大概這種局面 就只有他會想著要出暴風而已 這種不同 對啊 因為我在想一件事情啊 如果對面是一個正常的人組 他這時候 他這時候不是兩倍暴圍巾 他這時候是四倍暴圍巾 然後後面轉解放的 然後後面轉解放的 嘖 嘖 好像還是可以 但 我就怕有一個 人類轉得夠快 他有一個timing點 你的家裡的 你的空軍數量是跟不上的 然後他直接 他直接 他直接 正面 正面一個 正面一個 那個圍巾 爆破你的 爆破你的那個 爆風劍跟巨像 然後這兩個單位都沒站住 那你地面就 又很少 你就完全沒得到 好 這個少朋友少到爆風劍了 人類這邊好像 喔應該出圍巾了 然後有鬼子 我覺得老牙這邊還是需要有一點 他還是需要有一點 墊兵欸 雖然說他是有幾顆球在下面 但是球這種東西 你只有一兩顆 其實有時候沒丟到 你可能 你可能就沒辦法掩護你的其他部隊 你有墊兵 畢竟 有墊兵的情況下 畢竟你在那邊 稍微 只要有墊兵在後面 他也不敢 他也不敢亂來 欸這巨像怎麼了 他幹嘛 巨像人口太高 巨像 送掉 送掉 這是怎樣 免費 有有他已經知道對方的配兵了 就是靠這個巨像 靠兵啊 感覺不太行欸 結果Nancy這邊他的選擇是 做更多的槍兵來應對這個 來應對這個航母嗎 因為他還沒有拍 他還沒有拍VS下去欸 這球 這球 很拼很拼 這個有辦法爆破嗎 因為 我覺得人類打不贏欸 對啊 因為這個人類 你空軍不夠的情況下 打這個東西 其實沒有很強欸 而且對面 最主要是對面 還有很多的鳳凰在上面 可以吸 可以吸傷害 快 來了 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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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有沒有丟出去 EMP EMP有丟下去了 但這個地面 啊啊啊被炸掉了 怪怪的 這個人口不太對 這個 老鴨是轉暴風艦這邊 轉暴風跟航母這邊 但他的人口 已經快200了 防爆對方的 對啊 這Nancy現在才100 剛剛才130 這要怎麼打 這人口差距是真的有點明顯 這涼涼了 來了 這個卡卡角要打 還有EMP嗎 EMP 有丟下去 全中 但老鴨現在好像還不能打 他那個小飛機全部都沒了 他是不是要稍微等一下 等小飛機去一下 很快 好啦 續一下再打 Nancy這邊 終於把VS補起來了 欸 等一下這個正面 哇又被炸了一波 欸 呼 有看到剛剛老鴨的自爆球 往回走了嗎 他射出去然後往回 炸了一下自己的東西 不過他神圖兵力還是領先太多了 對啊 算是這一波根本是來送的 哈哈 但是兵力真的是領先太多 GG 好這邊 Nancy打到GG 那我們攻擊佛頭衛斯這邊是先戰勝的 Nancy 到下一輪 那因為這次賽茲是雙敗淘汰 所以Nancy還有敗部可以打 他剛剛這個我是覺得他後面轉型比較可惜啊 其實第一時間看到暴風劍加力我是覺得 爆圍金 他就開始爆圍金了啦 然後準備往後面打 他那時候選擇出軌子 對啊 但我覺得他可以出軌子 但是我覺得他的軌子可以不用 可以不用做這麼多 因為對方你看到對方這麼早在跳 在跳那個 航母跟暴風劍的情況下 他基本上不太可能還會有 不太可能還會有電兵啊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就 他其實就直接把那個 直接把他的VS趕快蓋起來 然後開始做圍金 知道嗎 剛剛那個部隊很明顯就是 你看他剛剛如果是2VS或3VS在爆圍金 我覺得那個正面他圍金去甩 他就很難輸 因為 他圍金其實也不用甩 他就是集火那個 集火那個 航母打完後剩下隨便他打 對啊 因為基本上 因為基本上剛剛那個局面 老鴨最大的問題是他沒有東西可以去限制 對面的圍金去輸出 所以你剛才說出閃電嗎 對啊 但他沒有啊 所以他就只能 遇到圍金他就是只能硬打 所以我覺得有點可惜了 那我們剛剛轉播這一組是 在R2最後打最久的 所以目前那個R3的4隊都已經出來 那沒意外的話另外3隊應該都已經開打 所以我們等等應該是接著轉播 然後是對上Bird Always的聖大聖人隊 應該是沒意外 好 那我們這邊就先休息一下 下一場 應該沒意外就是一個聖大聖人 三懷 那麼去查一下 我們再加個聖人 我們下次再找這個 再試一些來 做個聖人 那當然 我們以為我們